我今天就睡这儿了 你睡这儿啊 我今天刚叫宝洁 把家里打扫完了 你要睡这儿 那不白打扫了吗 跟我回家吧 回家 回什么家 我从六岁开始就没有家了 爸妈离婚了 这外婆去世喽 这外婆去世喽 以前 爸妈要上班 我从生下来就跟我外婆住 我外婆特别好 不仅做饭好吃 讲故事还好听 我从小就听着她的故事睡觉 什么故事啊 我就记得她跟我说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但她突然就去世了 我只能回去 跟两个陌生人住一起 不管他们离不离婚 对我来说那都不是家 那就是一个 充满着冷漠气息的房子 你肯定想象不到吧 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客人一样 能不能客客气气的 而且大部分时间我也见不到她 她忙 我只能见到保姆 后来他们终于分开了 我就开始不停地搬家 先是因为离婚而搬家 然后 我妈这个人什么都要比 听说我爸再婚了 他买了个大房 听说我爸买了个大房子 他有买个更大的房子 再搬家 他就只会靠这种方式来证明 他过得比我爸好 他什么时候考虑过我 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住在酒店吗 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吵架 要是什么家 不管我过得有多糟 第二天都能干干净净的 我哪有什么家呀 我的家 不大不小 就那么几个箱子 就那么几个箱子吗 你是一样 我来来回回给你搬了不少箱子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房子里 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房子里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啊 我说了 有房子的地方不是家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是啊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我不是啊 有人的地方才是家 过来 你不回去了 我也不回去了 在这儿陪你睡 你 wiggle 你猜他们在外面 怎么议论我们的 不管他们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留下来吃饭呢 为什么 这么多人 搞得像昭告天下一样 我就是要昭告天下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夏严是我的 谁也被跟我抢 谁会抢啊 我今天和林薇说了 你是我女朋友 她怎么说的 她当然是祝福我们的 而且 她也有男朋友了 你不用担心 你主动告诉她的 对啊 我可不想有什么暧昧 或者误会之类的 那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你自己后悔呗 我肯定不会 你还不信我 我信 我当然信你 是不是 我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林薇 是新上任的运营部总监 很荣幸有机会 能够带领我们这支 优秀的团队 夏严 林总监 你出去了 怪不得真我想 叫你一起吃饭 找不到女人 你应该知道 我跟严长军 还有许诚意的关系吗 知道一点 许诚意也把你们的关系 告诉我了 她不是一个喜欢 暧昧不清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 会抓住过去不放的人 对你们 我只有最深的祝福 谢谢 走吧 请 林总监 爸 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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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 你怎么样 夏言 救命啊 有人掐住了 救命啊 夏言 我扣不进去了 我扣不进去 你那обод崩钟 救命啊 everywhere 开 based 咪 น look out 他素晴 被人上 总监 没事 应该没伤到骨刀 过几天消到肿就好了 怎么了 你俩这怎么了 什么情况 出什么事了 你这怎么弄的呀 刚刚电梯出了点故障 夏颜 你脖子怎么了 你脖子受伤了吗 怎么了 夏颜的脖子被包带勒坏了 你快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你脖子受伤了 没事 我带你去医院 帮我拿一下 我带我去医院 她还真没事 不行 必须去检查一下 总监 你这手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 没事 我这只是脖胃伤而已 你也受伤了 夏颜伤得比较厉害 你快带她去医院吧 一起去吧 我们一起去医院吧 我真没事 快去吧 夏颜 你快去医院看看吧 检查一下就放心了啊 你这样让人 怎么放心得下呢 你们快去吧 快去吧 那我介绍一下吧 她叫许承意 她是我的 我的 我是她男朋友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代表姐 这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该伴嘴伴嘴 该吵架吵架 这该在一起呢 总归会在一起的 这位中华小蜂虫 你这话说给谁听的呀 我没说给谁听 我就自己感叹一下 你说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 人家夏颜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夏颜 你说 你说 我没什么说的了 大家吃饭吧 吃饭吧 就这么说完了 没什么说的了 许承意 你说 吃 都得说点什么 吃饭吧 吃饭吧 三年前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我遇到了夏颜 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让我从低落的情绪中 走了出来 其实 我从来没有想过 生命中遇到这样一个人 该是多么幸福 所以我是幸运的 三年之后 我再次遇到了夏颜 我不想再失去她了 你们是她最好的朋友 过去的生活 一直都是你们保护她 照顾她 那么从今天开始 这些就是我的责任了 请你们放心地 把夏颜交给我吧 说得好 来 我提一杯 既然不靠谱的 马小特都说 你说得好了 那我们就放过你了 不过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对夏颜 有那么一点不好 我们几个还有 九九八十一难 等着你呢 你说什么呢 今天很开心的日子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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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